大家好,地球戰艦已經全部講完了 所以今天講的是加美拉斯戰艦 現在又開始講起 原作的加美拉斯戰艦有 驅逐型驅逐艦、飛彈艦和高速巡洋艦 驅逐型驅逐艦登場在宇宙戰艦大和號123和見影新的旅程 是加美拉斯的主力戰艦 驅逐艦擁有生物的船體,例如魚或其他排行生物 驅逐器的布置和地球的宇宙戰艦沒有分別 大小的在每一個大和號動畫中有銅 武器為兩座藍手大型能量砲 三聯裝能量砲5座 藍側左右各有4座三聯裝原則砲 4座小型魚雷發射管 2座五聯裝能量機關槍 藍體主要顏色是綠色 一些部分是黃色或橙色 戰艦的學員射比較高 地球戰艦的主砲無法造成傷害 但對實彈或大和號的主砲的防禦力是零 驅逐型驅逐艦最初主砲設計是有砲管的 而藍側的砲被似繼承加特藍機關槍的樣子 但最後沒用到就可以了 機動性來說 驅逐艦的性能是比較好的 在196重製版裏面 驅逐艦被藏身面圍為 特斯惡靈雅級本巡洋艦 主砲火力比較強 一數就可以撤 連加特藍機關槍戰艦 戰艦基本數據 武器為4座330毫米 三連輪洋電池光速炮 4座280毫米 三連輪洋電池光速炮 魚雷發射管4座 迪斯托利亞級重巡洋艦最初設定是戰艦 那便變成巡洋艦 很明顯的事 有個機級戰艦在這裏 迪斯托利亞級只可以稱為巡洋艦 高速巡洋艦登場在宇宅戰艦大和號123季 是巡洋艦的衍生型 艦體長度比巡洋艦長 因此被規累為巡洋艦 艦手有4座大型能量炮 但被巡洋艦小 放低每次發射力的威力 提高射速和命中率 同時增加了對艦的破壞力 是增加對艦破壞力而不是單發威力 在1999重製版中 高速巡洋艦被巡洋艦 以卡皮亞級高速巡洋艦 而其技術目的是破壞仙制謀協 戰艦基本數據 武器為3座330毫米3亂裝援電子光速炮 10座魚雷發射管 1座6亂裝導彈發射架 導彈艦登場在宇宙戰艦大和號1、2和完結篇 這是驅逐艦的衍生型 上體大多數安裝了導彈發射架 艦尾有一座雙聯裝墨充擊光炮 和6座最直導彈發射架 左右各3座 在1999重製版中 導彈艦被重新名為 哈里培特拉克宇宙驅逐艦 這類型驅逐艦在加美拉斯帝國裏面建築 數目是最多的 而是機動性高的驅逐艦 戰艦基本數據 武器為1座280毫米雙聯裝援電子光速炮 1座113毫米雙聯裝援電子速射炮 魚雷發射管6座 導彈發射300座 哈里培特拉克宇宙驅逐艦 可取穿加弹威斯的戰艦 藍手燈在1999設定裏面 不是原作的能力爆炮 而是轉換顏色的燈 戰鬥狀態是黃色 非戰鬥狀態是淡綠色 哈里培特拉克宇宙驅逐艦 在2022由雙聯裝變成三聯裝 不過有些擔心會不會發射一下炸糖 還有205速射炮不是速射 大家都看到是怎樣的 所有加美拉斯戰艦都是用波動引擎 但是是使用加美拉斯版本的 不過古怪的地方就是加美拉斯 在2022仍然還未開發波動護盾 沒有開發過 沒有這樣對加美拉斯戰艦吧 謝謝大家 這三級戰艦的高光時刻在第11、15集 第一集 以地球和加美拉斯的武器差距離 出行不及加美拉斯變成藍彈 就是電話的藍鬼 第11集 加美拉斯教科書忽略 要打沙良的藍鬼 第15集 圍剿大和號 國家內部出現問題 所以 收工 藍尾 以前人人都說 在加美拉斯戰艦面前 避厚藍的死症 今時今日 人人都改口 在大和號 在加美拉斯戰艦面前 死症 今天說到這裡 我猜3199會在2024年上映 大概7至8月左右 到時候再看點的樣子 故事肯定是藍尾多了 說不定有拿圓和我去對抗 鎮哈聖雲帝國 下次講 梅爾托利亞級 泰德羅級 和海塞拉德級戰艦 下次再見 再見